你有在帮卖家装修房子 那装修房子对提高房屋价值有什么帮助吗 还挺大帮助的 因为从销售的角度来讲 你跟人说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晚了 真正要做到的就是把房子搞好 因为房子呢 对大部分居住的人来讲 他需要的是一个好的体验 一个感受 他感觉好 他就想买 他就想出更多的钱买这个房子 所以在把房子放在市场上 前期的装修 还有包括说 租出这个房屋的优势 这些地方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提前要下功夫的 以前我们卖过一个房子 那个房子没装修 结构不好 结果呢 我们列出来当时180多 有人说我给你立160万 砍20万 后来我们把它给装修好了 改的大家都喜欢的这种样子 直接卖了200多万 所以你看看 礼拜里差了40万的一个价格 这个差的还是挺多的 其实这个装修啊 是有技术含量的 因为要贴近市场 市场上大家现在这个时候 需要什么样的 那现有的房子是什么样 那经过什么改造 那改造你投入多少 产出多少 性价比怎么样 每一个环节呢 其实都要经过仔细的考量的 像以前我刚才说的 这个一下的差距 40多万的这个房子 我们反复推敲了不少的方案 最后定出了一个 最好的一个方案出来 最后的结果也是不错的 你做装修这样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第一步啊 我们一定得先去那个房子里看一下 因为这样的装修啊 为卖房做服务 所以要从买家的角度来讲 去感觉这个房子 因为我们又做买家 又做卖家 这个房子看了那么多 所以知道在这个地区的人 他想要什么样 所以我们根据我们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反馈啊 我们会制定一个计划 就是看看哪些地方是一定要做的 哪些地方选择性做 然后把这个方案呢 具体再推敲一下 第二个呢 我们会问一下这个 Seller这个业主啊 这个房子他们住起来 有没有什么不工作的地方 坏掉的地方 结合他以前的这种房屋检查报告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重点的东西啊 进行一个修缮 那这样两方面合在一起呢 这个房子呢 就能做得非常好 就能呈现出一个 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那装修的话 你建议做哪些呢 装修从这个性价比排序来讲的话 最好的就是刷墙 看起来干净整齐 第二个呢 如果地板老旧的话 可以换成一个新的地板 统一整个的颜色和风格 如果是地毯的话 也看情况 可以换全新的地毯 如果地毯比较新 只是稍微脏一点呢 那可以用那种蒸汽的深度清洗 也都可以因防而异 如果再深入一些的哈 消除大家顾虑的 比如说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这个时期啊 有一些房子 房顶上 它有一些那种爆米花的那种 装修的风格 popcorn 所以这个是需要把它给清除掉的 因为买房的人会顾虑 它里面是不是含有十棉 四条呢 就是动的稍微大一点 比如说看厨房 卫生间 这个柜子 这个台面 是不是需要动 但这个呢 需要谨慎 因为一旦动起来 花费很大 周期很长 但是收效呢 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房子都可能不太一样 有可能并不增加额外的一些价值 下一个呀 就是这个光线 有一些房子呀 其实它在盖的时候 它没有想到这些朝向 那现在大家的居住的习惯呢 希望光线更亮一些 所以看情况 需要开天窗的地方呢 尽量可以给它开一个天窗 很快能做完 而且也不贵 性价比不错 壁炉呢 也是同样的重要 因为老式的壁炉呢 都是很多是红砖的 两种做法 一个呢 给它刷成干净的油漆 像白色的油漆 深一些的颜色呢 把以前的那种红砖给它盖住 第二个 如果配合其他地方的风格 搞得现代一点 把壁炉打掉 直接给它贴 那种很现代的流线型的砖 也非常的好看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外墙啊 如果这个很老旧了 很脏了 那需要建议呢 把它刷一遍 那如果比较新的外墙呢 可以用这种高压水枪啊 给它进行处理 大外墙呢 尤其是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如果改单个的颜色 这个要特别的小心 因为所有的这种外墙的这种设计呢 颜色风格是统一的 是协调的 如果你不是专业人士 你只想改其中的一个部分呢 有可能改造出来的效果 不是你想要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要把这个院子呀 收拾的干净整齐 有一些草坪呢 枯黄了 可以呢 想一想 是不是要重新铺草坪 但是铺草坪很贵 有些地方呢 可以用木屑来替代 但具体哪个方法呢 这个我们具体在分析 还有一些花钱少 收益大的 比如说门的这个颜色 mailbox 外墙的这个灯 这些零零碎碎的呀 这些东西 其实你改造一下 会让你这个房子增色不少 这个我建议做 另外呢 其实这个房屋啊 大部分都做房屋检查 房屋检查出来 有一些报告 里面有可能会写很多的东西 在这一块呢 也要遵循这个原则 消除买房人的顾虑 如果在这个报告里面 写出有一些重大的问题呢 我建议 该修的 要修 花钱少 收益大 有些并不一定 短期内能修 没问题 去找contractor 报一个价格 把这个价格 告诉买房子的人 那买房子的人心里有数 他要花多少钱 把这个房子搞好 很重要 很有效 建议你这样做 那有什么 你不太建议装修的地方吗 有一些这个 花费很多 但不带来太多收效的 这个不建议装修 比如说 有些这个后院 有个游泳池 你说我要把游泳池填掉了 新来的人会不会 更加喜欢 不会 这个游泳池呢 因人而异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但你即便是填掉 看出来的样子呢 也都不是那么好看 所以这个 留给下一个 买房子的人来做 第二个呢 房间和卫生间 数量多 还是比较好的一件事 我听说有些人 找我去做建议 说我要不要去掉 一个房间 我要不要去掉 一个卫生间 不建议这样做 真正房屋的价值 是数你卫生间的数 数你房间的数 越多 越值钱 再有一个呢 是不是把一些违章加建 进行一个合规划 我也不建议这样做 因为很早以前做的这种违章的加建 改建的情况呢 它的这个Building Code 就跟当时的规定是不符了 如果你开始去做这件事 假以时日 也许会很长的一段时间 你拿不到政府的批文 但你又开始申请了 但在这个没有做完的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呢 你再卖房子会影响到你的房价 很多人会想把这个车库啊 改成一个房间 或者摆成一个活动室 如果你改了就改了 放在那儿 如果你还没有改 不建议你做这个动作 买房的人很可能想要车库 而且你增加的这些额外价值呢 给买房的人带来额外的风险 所以呢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